大家好,又回到要財財經台的問答環節 今次身邊的嘉賓仍然有Rathy為家庭觀眾解答問題 你好,Rathy 家庭觀眾有任何疑問都歡迎繼續打電話給我們 電話號碼是28046566 又或者可以傳電郵給我們 電郵地址是askfbschannel.com 恆新指數這刻升46點,做近19724點 旗子方面升114點,暫時低水17點,做19706點 國企指數升58點,做10703點 看看內地三大指數的表現 看到內地三大指數暫時跌 上正組合指數跌4點,做2505點 抹心300跌9點,做2727點 而深淨城市方面跌57點,做10534點 Rathy也想和你談談,今天做得比較差的版塊 就是內房版 見到大部分內房股,今天都是有跌的 先看看中國海外 688點,暫時跌接近5% 做13.62點 而看另一隻,華雲置地109點 都是跌接近5% 做11.58點 再看看恆大,暫時跌得比較多 是做3.34點 跌幅也有接近5% 為何跌了這麼多呢 其中一個原因,見到大行都是繼續暢探內房股 有瑞信說到,中央沒有放寬調控措施 刺激樓價,在短期內 報告也指出,在他們監察名單之內 內地主要城市的一手成交量 在過去一個星期有明顯下跌跡象 所以繼續維持內房股減持評級 也想問一下你的意見 見到瑞信和很多大行都不太看好內房 你的意見是否一樣呢 如果我自己這樣看 其實不斷都強調過 自己對內房的前景依然看得比較淡 其實很明顯就算之前那一陣 大家有當時那份憧憬住內地去放寬 甚至放寬在樓市方面 當時那一刻全部內房都炒上來 但其實那時已經跟大家不斷說到 這份憧憬不能夠當真著 或者說也不可以只憑這份憧憬 就在這裏炒內房股 因為我看的時候 就要看真的長線些 或者到這裏為止 有沒有這樣的條件去放寬 之前也說到的 其實中間方面 其實要放寬 控制樓市的力度的確不多 因為某數目上 見到他們做了這麼久 才慢慢有這個成效 見到價量一起跌下來 或者跌幅都很明顯 開始收到效 而且當收到效的時候 會一收到效的時候 已經立即去放寬 根本這個可能是比較低 二來的話 都之前說過的 他們當時有幾次 傳過一些要放寬的政策出來的時候 或者取消限價限購的時候 已經令到某些地方的樓房 或者樓價又再次上來 所以可不可以見到 一不控制的時候 已經即是淡上來了 所以中間也可不可以見到 中間是不會 或者可能是很低 會做相關的放寬政策 所以當時已經跟大家說 不要只憑這些消息 或者憧憬去炒內房股 到現在來指 自己的看法 都依然是這樣看法 都已經是一致 我常常都會覺得 中央到現在來說 都真的沒有什麼條件 是會去到 放寬樓市方面的政策 如果放寬的時候 反而是可能從其他途徑 在其他的流動性上面增加 而不是單單去到 放寬內房 內地樓市的打壓性 我常常都會覺得 一天都沒有放寬的時候 的確你說不單止害的 當然是內地樓價的跌幅 當然是發展商方面 即是內房企業 都不會做得好 所以雙方來說 不斷地強調回內房股價 其實前期一定不太看好 根據方案來說 除了剛才這時候帶到的 即是稅訊方面的報告 繼續搶探之外 或者實際的數據上面 都見到銷量 某些地方都有個環比等等 全部都有個跌幅之外 其實自己都看到 某些新聞都蠻特別的 我們已經看到 他們現在看到 即是內地方面 都繼續打壓的時候 令到他們買家意獄 有個減低的時候 究竟他們的囤貨 或者他們的樓 如何促銷出去 其實之前都說到 一定是幾件事做 一定是減價 或者加些優惠 我常常看到他們 都慢慢走減價優惠 想賣貨出去 但這個問題 會衍生些什麼 我們已經除了發展商 可能是好在 減價之後 可以賣到貨出去 把錢回來 減低現金樓 不夠的壓力 某種程度可以舒緩 但你這篇商 有沒有增加了 相對業主來說 的角度看 其實都不是一件好事 因為如果真的 我在減價之前 已經賣了的時候 當我賣完之後 你馬上就減價了 某種程度 但他可能變成給多了錢 出來賣滿層樓之外 亦都變成當時的樓價 即他自己持有的樓價 其實有跌幅在這裏 雖然他自己都會有個 爭論的意味在這裏 或者來說 都可能會令到 對一般的內房 甚至是整個內地樓市 甚至很多的 這些方面的買賣家 都有一個問題在這裏 即是省戶 即是買家來說 即是准買家也好 全部都好 都會有個打壓性在這裏 所以你說這刻為止 究竟中央還怎樣做 或者是否真的 為了純粹可能安撫回 相關買家之後 又要放寬等等因素 我覺得某程度上 中央要做的確比較難 但他們也都 我會強調 我也會覺得 未必會再加緊 即是繼續打壓著 因為再打壓的時候 意味著 越來越多剛才所說的問題 可能會衍生出來 所以我都會覺得 中央是未有條件 或者未有可能性 比較低些 去到防寬化 但你必須想 我都會覺得 未必會繼續加緊那個力度 可能都會在現在這個水平上面 繼續觀察著先 看看未來的內地樓市 究竟是怎樣進程 所以整體來說 我會覺得 無論你說未來是否加大 或者真的不加大都好 其實自己都會對內房的股價走勢 其實不太流觀 雖然你看到很多近期的 內房企業公佈的消息數據 都好像見到慢慢有機會達標 或者都已經達到標 但我都會覺得 暫時前景上都未至於太過看好 更何況 特別剛才都帶到的 就是一個現金流問題 最大的問題來講 特別以六成中國為例 更加很多傳聞都會說 它會有一個破產的因素出來 所以某場上 記者加加問 除了實質 消情或者實質內地樓市被打壓的因素之外 我覺得某場上另外一邊商 大家對它的看法都看得不好 所以我覺得 記者加加問 都不太建議大家 現在來講考慮內房住 亦都是那句 如果是幸運的 之前低位拿到的 當然是逢高就減辭了 但如果沒有貨的朋友 不要在這幾天跌下來就去追 因為相關風險 我覺得會很大 甚至會未來 就算你說不大跌 都沒有什麼機會 或者比較小的機會 是可以有一個大的反彈 好 跟在Rafi都想和你聊一聊 這隻看師傅昨天表現比較好 但見到他今天 都跌了下來 暫時是在做21.5% 跌幅有超過5% 其實都想和你聊一聊 這隻股份 其實都見到 昨天有傳看師傅 會或者會收購 Pepsi中國 飲料方面的業務 其實市場來說 都是比較看好的 這單交易 但見到有些大行 例如李岸 他的意見 其實都不是那麼看好的 為什麼呢 他就說 這單交易 他就覺得 其實是需要幾年時間 真的可以簽訂的 亦都需要國家 和少數股東去批准 而李岸也說到 康師傅 他的業務 毛利率會受壓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八市中國 非酒精的飲料 業務盈利 比較能力低 即是會拖累了 康師傅的毛利率 他也說到 就覺得 康師傅第三個業績 會令人失望 所以就維持跑輸大事的評級 目標價是20.1 其實你又覺得 是不是看得這麼淡 如果說回這個交易 的確看法如何 如果不斷強要 拉長線的看法 的確這樣的交易 叫做以股 換回八市中國的業務 回來的話 的確拉長線看 是有個雙得一張 或者雙雙雙贏的概念 但為什麼今天 令股價受壓 或者利行方面這樣說 某程度上 或者叫昨天急炒完之後 當然今天 怎樣都借勢 回一回 而來的話 利行方面的報告 我自己都很同意 的確來講 八市中國這方面的業務 現在處於虧轉狀態 買回來的時候 要慢慢慢慢令到有交易 都不是一段短的時間 所以短線來講 例如這一季 或者這一年 未來那年的業績 可能都相對真的有受壓 或者無理率都真的會有受壓 但慢慢長線來講 就正如我這樣說 有機會會轉交易 或者做得好 所以幾兩題 短線來講 我覺得 當然令到 康師傅本身也沒有一些問題 而來的話 當然也那點了 通不通過的問題 因為始終來講 已經不只是股東 或者一致一等因素 在國家方面 會給這麼大間的外資企業 去入主康師傅 因為政治因素上的考慮 都不會給太多外資 去入侵中國國內的企業 所以記者 加加萬萬年度 今天股價 稍為有一個跌勢出現 所以短線來講 暫時這一刻為止 我覺得波動性不大 建議大家都適宜觀望下 為主會好些 好 麻煩你 Rafi 這節時間又差不多了 待會回來 是依然有問答環節 要申報 Rafi剛才說過 股份有沒有持有度 沒有的 謝謝Rafi 我們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再和你聊 清光